究竟我们的弟弟在哪里呢? 啊…… 我们的弟弟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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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弟弟就死了 我们的弟弟就死了 倒闭到一纳吉 2013年10月韩国釜山警方 收到一封来自监狱的信件 信中有多张手绘的平面图 其中一个建筑平面图里有房子 前院、土地、后院等等元素 在土地这个标注的地方 画上了一个圆圈 里面写了一个红字 警方看到以后 瞬间明白了这里的含义 这个红字就代表着一位 已经失踪两年的韩国公民 红西东 按照画里的含义 意味着红西东已经死亡 此时此刻就被埋在这个位置 而这个地点却并不在韩国 而是远在菲律宾的马尼拉 由此牵扯出了在短短的五年时间里 多名韩国人组成的犯罪团伙 在异国犯下的多起命案 这个事件轰动了整个韩国 他们无法想象在海外的同胞 竟然时刻都在觊觎着他们的财产 甚至还会残忍夺走他们的性命 事件被拍成了影视作品 比如犯罪都市第二部 就是由此改编而成 电影中韩国警方为了打击海外犯罪 一位胖子警察到国外 见到坏人就是一顿暴打 血脉喷张 真相在拳头的作用下 逐渐浮出水面 可现实却远比电影来的更加残酷 绑架 虐待 侮辱 勒索 撕票 热情好客的海外同胞化身恶魔 榨干同胞和家人所有财产 撕票之后还会将遗体高价 卖给受害人家属 这群韩国罪犯为何在一国如此猖狂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回顾令人发指的 菲律宾连环绑架事件 已经失踪两年的韩国公民洪西东的线索 竟然以这种手绘地图的方式 出现在警方面前 而且每一条街道甚至街道上的商铺位置 都很详细 那必须要和验一番 因为韩国警察在菲律宾没有执法和调查的权利 只能寻求了菲律宾警方的协助 跨国办案程序非常繁琐 两国人员不断交涉 足足用掉了一年的时间 韩国警方才得到了前往当地调查的机会 在一个人员繁杂的区域 警方果然按照图纸上的信息 顺利找到了那个位置 可毕竟已经过去了三年 本应该是一片院落的位置 却被盖上了新的房子 而且房主一直在这里居住 标注的掩埋位置 现在已经是他家的客厅 面对突然找上门的警察 还想把客厅刨开进行挖掘 那房主当然表示拒绝 最终在双方的协商之下 警方愿意做出相应的赔偿 才被允许在客厅的位置 挖一个1.5米乘1.5米大的坑 如果在这个区域位置没有找到 那就不能再挖了 为了抓住这个机会 2014年11月 韩国派出了一股挖掘队 到现场用仪器对地下进行探测 最终锁定了位置 经过一番挖掘后果然找到了人类的遗骸 受害者头上被包上头巾 面部朝下 双手反绑在身后 双脚也被铁链捆住 想必生前是遭受了虐待 死因已经无法查明 警方通过对牙齿的对照结果 确认死者的身份就是洪西东 残忍遇害的洪西东 在遥远的菲律宾玛尼拉 到底遭遇了什么 把时间拉回到三年前 洪西东1981年出生在韩国釜山 是当地一家公司的职员 有一个妹妹一家人生活幸福无忧 洪西东一直向往着独自旅行 领略异国的文化风情 他把这次旅行安排在了2011年的秋夕节假期 出发之前 他经常在旅行论坛上做功课 观看别人在外国旅行的攻略和心得 他得知菲律宾的物价很低 气候依然风景美丽 民风淳朴,很多人都选择到那里度假 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洪西东就把目的地选在了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 他在网上还认识了在马尼拉生活多年的海外同胞 对方非常热情和真诚 说如果有机会就见一面 可以带他到处去看一看 对于一个出到国外的人来说 如果有个当地的向导 也能是最大程度上避免浪费有限的时间 就这样在2011年9月9日 洪西东和家人简单告别之后 搭乘国际航班飞到了马尼拉 三天后的9月12日 已经入睡的洪西东母亲突然被电话铃声吵醒 打来电话的正是儿子 洪母接起电话先关心了一下 问他在菲律宾的旅行还愉快吗 话音刚落洪西东就开口说话了 但他的状态很差声音很低沉略带哭腔 断断续续的说 妈妈我在这里出事了 我在菲律宾旅行认识了一位当地女孩 发生关系之后才知道她还未成年 现在她的家人都来找我算账 需要1000万韩元才能和解 不然就要送我去警局 洪母得志以后一夜没睡 但当时也没有多想 猜想她在国外是遭遇了联合诈骗 天亮之后就去了银行给洪西东的账户 转去了1000万 本以为钱到账以后 洪西东也就能摆脱麻烦 可后来给儿子打电话 却始终不接 最后甚至关机 直到洪西东没能乘坐原定的航班回国 家人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马上联系韩国警方求助 但接待他们的警员却坚持表示问题不大 说洪西东肯定是在菲律宾赌博了 输钱了而已 这种事情报案的有很多 钱输光了以后 她就自然回家了 让他们不要担心 警方未经调查就给出了这样的猜测 但从洪母的角度来说 完全是不可能的 她太了解自己的儿子了 可警方这边没有什么反应 她只能想其他的办法 她先是查到卡里的1000万韩元 到账之后就被取走 并在不断哀求之下 银行职员破例告诉了她 钱被取走的时间 然后又向韩国大使馆求助 终于他们得到了一张照片 在那个时间 把钱取走的人不是洪西东 而是一名戴帽子的陌生男子 对方身材臃肿 所以叫他胖子 也正是因为这张照片 彻底让洪家人陷入惶恐 把照片交给韩国警方之后 他们一眼就认出 这就是在菲律宾 常年实施绑架的犯罪团伙成员之一 此前有太多韩国人到菲律宾旅行 都遭遇了绑架 也曾出现过这个胖子的身影 由此警方猜测 洪西东应该已经落入了绑架团伙之手 虽然无法具体得知她遭遇了什么 但可以从其他回国的受害者口中 还原出她被绑架的大致经过 因为这个团伙的绑架 已经形成一套固有的流程 通常绑匪和受害人连接的载体 就是网络论坛 他们会以侨民的身份 在论坛发介绍当地美景美食的软文 并透露自己可以免费给同胞做向导 或主动和准备来旅游的同胞建立联系 这样绑匪在国外提出见面的邀请 就不会显得很唐突 等他们到了当地之后 绑匪会展现出很亲和的一面 给自己的人设是在当地办企业的老大哥 那见面后就是一起喝喝酒 随便聊聊天 气氛和谐愉快 那分开前会再邀约第二天 一起到其他景点参观 比如说是去海边 或者是火山之类的地方 可以开车来接 彻底没有防备的受害人 一般都会欣然答应 就在第二次见面的时候 当受害人踏进同胞的车里 绑匪的套路就成功了 噩梦也即将来临 绑匪在开车去往景点的途中 会突然和受害人说 下个路口还有几个来旅游的同胞 也要一起去玩的 接上他们一起走吧 通常受害人都不会拒绝 那之后就会有几名男性进入车内 瞬间这氛围就变得怪异 那之前和善的老大哥态度也急转直下 变得异常冷漠 直到车内几个同胞掏出尖刀和手枪顶在自己的头上 才意识到已经落入魔爪 他们都是一伙的 要面临的先是一顿暴打 一直打到浑身是血 崩溃求饶 那车会开到一个破旧的民房 全身衣物都被扒光 手脚全都被捆住 绑匪直接挑明 你在这里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 如果还想活着就拿钱 绑匪会把他们的随身财物都拿走 然后问银行卡的密码 也包括信用卡里的钱全都取出来 再用他们的身份进行信用贷款 直到受害人彻底身无分文之后 还不满足 再把目标转向人质的家人 设计一个假的剧本让人质照着说和家里要钱 比如自己在赌场输钱 酒货开车照事和别人发生关系等等 为了让人质配合 他们会采用各种酷刑折磨 除了殴打之外 甚至还会给注册毒品 收到钱之后 再根据人质的表现来决定生死 那完全配合的人会得到一张回国的机票 但绑匪也会把受害人家人的具体情况 就比如说家庭地址 工作单位 孩子的学校信息等等 付出一遍 甚至还有家人的照片 以此警告他们 国内也有同伙 如果回国了赶报警 那就让你全家都跟着遭殃 奇葩的是 绑匪还假惺惺的给受害人当地特产 作为礼物就是一小箱芒果干 不能让你白来 带点礼物回去 经过多日的摧残折磨 就很多受害人已经彻底丧失斗志 因为害怕报复 回国后都不敢报警 每天活在痛苦之中 但还是有人战胜了恐惧 鼓起勇气向警方报案 因为不想让更多人经历那种生死时刻 然而狡猾的绑匪在境外身份信息完全无从知晓 而且每次作案之后会更换各种联络方式 并删除他们的所有联络记录 从这里警方完全无法追踪到有用的线索 可却用一种很特别的方式锁定了他们的身份 就是那一箱芒果干 因为他们接触过 所以上面留下了指纹 经过比对 确认绑匪之一 就是有重大犯罪前科的逃犯 45岁的崔士勇 和他一起被通缉的还有42岁的金钟硕 和39岁的金成坤 经过回国受害人确认 崔士勇就是团队首领 主要负责引诱韩国同胞到马尼拉 之后几人一起对同胞实施各种侵害 这三人原本是同一所监狱的狱友 但劳狱生涯并没有让他们得到改造 他们在狱中就密谋出去以后 直接把钱抢购 然后跑到菲律宾再也不回韩国 之所以选择菲律宾 是因为这个国家和韩国之间 关于罪犯的引渡条款非常复杂 几乎就是不可能引渡回国 就算在韩国犯了重罪 躲在菲律宾 警方也是无可奈何 而且菲律宾由7000多个岛屿组成 交通路况也是很杂乱 治安又不好 简直就是犯罪者隐匿和逃亡的天堂 为此他们在狱中学习法律经济和英语 终于等到了三人全部出狱 我们再把时间拉回到2007年 2007年7月9日早上8点 崔逝勇经过多天的踩点 设计了一起抢劫行动 目标是经济到安养市一处私人金钱兑换所 在确认当时店里只有一名25岁的女性职员的时候 突然动手 先把女职员打倒在地 用扎带捆住她的手腕 随后威胁女职员打开保险箱 三人拿走了里面1000万韩元和8.8万美元 抢劫成功后本可以一走了之 但他们仍然用刀将女职员残忍杀害 兑换所里的监控拍下了他们的抢劫画面 而密谋已久的一伙人在第二天就跑到了菲律宾 警方也在现场提取到了指纹 随后开始通缉这三人 但他们非但没有收敛 反而又在菲律宾开始了新一轮的血恶计划 之后又拉拢那个胖子 也就是金元斌在团伙中担任看守 收赃跑腿的角色 组成了一个丧心病狂的犯罪团伙 绑架韩国同胞勒索财产的犯罪模式基本形成 2008年1月开始他们就陆续通过各种渠道 物色在国内到菲律宾的同胞 逐步引诱他们进入自己设下的圈套 再用暴力的手段抢夺财产 并向家属索要巨额赎金 四年间以这种模式在菲律宾犯下多起连环绑架案 首领崔世勇做起了慈善 开了一家儿童学习机构 让平民窟的孩子有学上 还免费给他们提供食物 是当地人眼中的企业家大善人 那有人结婚生子 有人开办企业 那身份已经全都洗白 可他们却依然没有放弃对同胞的坑害 当洪西东的母亲意识到他们绑架了儿子的时候 2011年11月17日 洪母突然接到了金钟硕打来的电话 是多么人性泯灭才能继续打电话和家属要所谓的收尸费 从这开始事件已经从失踪案升级成为了故意杀人案 韩国和菲律宾两国警方联合对案件展开调查 对外公开了团伙的信息 准备对几个人进行抓捕行动 金成坤和胖子金元斌两人在一次抢劫行动中被警方抓捕 2012年10月团伙中的副头目金钟硕被捕 团伙中4名主要成员3人被抓 距离真相也越来越近 正当韩国警方准备去往菲律宾对几人进行讯问的时候 那边传来一个惊人的消息 团伙中的副头目金钟硕在被捕第三天在拘留所自杀身亡 这也使得后面的调查陷入谜局 同年团伙头目崔世勇在偷渡到泰国之后被捕 被关押在泰国监狱 团伙主要4人全部落网 一人自杀身亡 其余3人面对警方的询问 他们的口径一致 不知道 全都说一切都是金钟硕指使的 不清楚发生了什么 只是配合绑架和取钱 但从来没有参与过伤害别人 如果有人被杀了 那就是金钟硕的个人行为 那几个人把所有的罪责全都推给了已经死去 无法开口的金钟硕 而且这三人中只有胖子能引渡回韩国 那崔世勇和金成坤因为非法收集武器和持有假护照 触犯了菲律宾和泰国的法律 要在当地调查审判 执行结束之前都不能引渡回国 而这对于洪西东的家人来说难以接受 明明已经抓到了罪犯 却还是无法知道他的下落 就算已经不抱有还能生还的希望 却连收尸都没有办法做到 而这让他的家人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 洪西东的母亲为了寻找下落 每天和警方接触追问进度 但每次都得到失望的答复 洪西东的父亲身患残疾在家卧床 没办法做任何事情 面对生死未卜的儿子 面对罪犯的闭口不言 面对妻子整日奔波 他只感到自己愧对家人 失去儿子的感觉每时每刻都像针一样 刺在他的心上 两年对他来说太过漫长 漫长到他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 最终父亲因为无法继续忍受这种痛苦 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正如洪母对王夫的承诺 她下定决心要亲自面对那些罪犯 先从在韩国的胖子开始 她参加了所有的审判流程 只要有时间就会去探视 求求你告诉我 我儿子到底在哪里 胖子从最开始的尖舌闭口 到后来最多也就是告诉他 一切都是崔世勇做的 自己也是被威胁跑腿的受害者 之后就不再透露任何信息 洪母由此踏上了寻找儿子的漫漫征程 先去往泰国 2013年1月她见到了崔世勇 面对这个或许亲手杀害自己儿子的罪犯 洪母为了得到儿子的下落 可以说卑微到了极点 先生计则没人啊 他都会给予温 父亲的母亲的父亲 父亲的人 母亲的人 我看不见了 我会很难以恰认 我都会受到 我从父亲的父亲们 我从父亲的人 我从父亲的人 你以后 你们都会受到 自然的父亲的人 我会受到 我自身的父亲的人 我都会受到 我对我自己的父亲的人 我一直就会受到 我对他人来说,他在这种犯罪之后 我对他人来说,他在这种犯罪之后 他在这种犯罪之后,他在这种犯罪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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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世勇坚持说自己没有参与犯罪 另一边调查人员和金成坤的见面也非常不顺利 他和崔世勇的说辞一样,都说自己也是受害人 极力摆脱罪责,参与到事件的几人全都在推卸责任 根本就没有办法从他们嘴里得到任何线索 这让调查人员和洪家人全都陷入了绝望 然而这个僵局却随着警方收到一封信而被彻底打破 画下这些平面图的人是釜山监狱的囚犯 但却并不是胖子金元斌 而是他的育友 这个胖子进去以后一直在和别人炫耀自己的犯罪经历 还说那些被他们撕票的人都被埋进了秘密基地 那不知道育友是出于对受害人的同情 还是自己想戴罪立功 决定向警方举报,就不断套话 胖子越说越来劲 把从机场出来乘坐什么交通工具 一路上都有什么建筑 全都详细的告诉了育友 那育友也根据描述画下了这些地址 警方以此顺利地找到了已经遇害的洪西东 那作为团伙中负责跑腿干脏活年龄最小的成员 都对这些了解的如此详细 那其他两个主要成员 崔世勇和金成坤也一定知道 那再结合三人假装出那种无辜的态度 真的就很让人无语 而且最可怕的是 在发现洪西东的地方 不只发现了那一具遗骸 同时另一具尸体也在客厅下面被发现了 调查证实死者是崔世勇团伙 在2010年12月绑架并杀害的一名 韩国已经退休的公务员金谋 他本想去菲律宾寻找机会做生意 却不幸落入魔窟 被绑架撕票之后团伙除了搜刮钱财 还按月领走了他的退休金 直到两年后他们被捕为止 那警方继续深入调查 发现了一个专门用来监禁人质的房子 房子的主人是已经自杀的金中硕 在这里警方发现了堆积如山的旅行箱 那箱子里面都是不同季节的衣物 令人毛骨悚然 这些全都来自韩国 但他们的主人已经不知去向 已知的犯罪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还有很多受害人到现在 都生死不明 因为案情重大 那菲律宾和泰国 终于和韩国签署了引渡条款 经过漫长又非常复杂的程序 那连环绑架案的两名主犯 崔世勇和金成坤 于2013年和2015年相继被遣返回国 那面对韩国警方的讯问 他们陆续承认了暴行 他们针对同胞绑架抢劫16起 涉及金额超过6亿韩元 一共杀害5人 其中包括洪西东 金某和一名同伙 其他人遗体没有被发现 但有很多人到菲律宾后无故失踪 所以直到现在 谁是受害者都无法得到确定 2017年团伙主要成员 崔世勇和金成坤被判处 团伙中的胖子金额兵被判有期徒刑22年 所有参与过绑架的其他成员 也都被判处有期徒刑10到28年不等 海外同胞专门残害同胞的恶劣影响一直在延续 最重要的是到现在还有很多生死未捕的受害者 本想着去国外完成一次旅行 却再也没能回到家人的身边 可悲的是失踪人员都莫名背上了巨额个人贷款 人没回来 但债务却被转移到了家人的身上 他们不得不承受精神和金钱损失上的双重痛苦 到现在这个程度 警方的调查已经是停滞不前 很难再有任何进展 尽管那些家属还在努力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包括公权力在内 已经很少在有任何机构和个人在关心这个事情 所以这种案件只能说告一段落 并没有完全结束 在遥远的国度未知的角落里 究竟还有多少人遭遇了侵害 又滋生了多少个像这样丧心病狂的犯罪组织 或许我们永远都无法知道 希望通过这篇内容可以让我们在外时刻保持警惕 以上就是本期所有内容 到最后别忘了点赞之大吉 谢谢你了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